随着2024年科技业裁员潮的持续 Google母公司Alphabet于上周裁员于1000人后 又将矛头指向旗下影音平台YouTube 计划削减约100名人力 裁员范围主要涉及YouTube营运和创作者管理团队 美国科技业自2022年下半年起便开始了大规模裁员潮 许多公司纷纷动手辞退员工 而Google这位网络龙头公司今年更是继续缩边 根据纽约时报与路透社的报道 Google最近将裁员的矛头指向YouTube 这个拥有约7173名员工的部门正在面临重大的挑战 YouTube首席商务官Mary Allen Coe在写给员工的声明中提到 美洲和亚太地区的员工将可能受到此次裁员影响 科技圈离职统计网站Layoff 范益2023年12月发布的统计显示 全球1178家科技公司已累计裁员26771人 其中Google裁了全球员工数的6% 共1.2万人成为裁员人数最多的公司之一 此外 微软 Mate和亚马逊也有大量员工失业 而Erikson 美光和英特尔等公司也在持续进行裁员 月前 Google的广告销售部门高层宣布计划重组约3万名员工的广告销售团队 紧接住又传出将解雇数百人 涉及的部门包括语音助理软体Google助理部门 此次裁员后 Google又将目光投向YouTube 据外媒报道 YouTube计划削减约100名人力 其范围涉及YouTube营运和创作者管理团队 被裁员工将有60天的时间在公司内寻求调职机会 Google执行长Soon Darp-Chay向员工表示 Alphabet旗下企业将展开更多裁员 今年将聚焦于删除企业层级 简化执行面及提振效率 面对这波裁员潮 不仅员工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整个科技业也在思考如何在这波经济变动中寻求稳定与成长 2024年对于科技业来说 无疑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亚马逊公司旗下游戏直播平台 Twitch与游戏玩家爱用的语音软体公司The Score 近日均传出大规模裁员消息 引起科技业界内外的高度关注 根据外媒The Lerge的报道 The Score将裁减17%的员工 约影响170人 而Twitch的计划裁减35%的员工 影响大约500人 The Score的裁员举措 据执行长希特伦表示 并非由于财务困境 而是公司过去几年发展迅速 扩张过快 导致营运效率不佳 希特伦提到 裁员的目的在于提升专注力 改善合作方式并为公司带来更多弹性 此外 从去年2023年8月起 The Score已经裁减了4%的员工 这波裁员潮也影响了其他科技公司 包括Google和Amazon Twitch的裁员消息也同样震撼了科技界 Twitch在2014年被亚马逊收购以来 一直面临着运营成本高昂和盈利困难的挑战 Twitch执行长克兰西曾表示 受当前经济环境的影响 公司业务受到打击 用户和收入增长未达预期 因此不得不做出裁员的艰难决定 这些裁员的消息不仅影响了员工的生活 也反映出科技业面临的更广泛挑战 在疫情期间 许多科技公司都经历了用户量的快速增长 但随着疫情逐渐解封和产业复苏 许多公司却发现自己的营运效率远不如从前 并开始面临获利压力 根据Layoff 范益网站的统计 2023年就有1186间科技公司裁撤 共有262582人失业 面对裁员的压力 不少员工感到震惊和不安 Discord的产品经理克洛伊在收到裁员消息后 表现出难以置信的样子 对于许多刚才购房或有其他经济压力的员工来说 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而对于企业来说 裁员不仅是解决财务压力的一种手段 更是重新评估公司策略和未来方向的重要时刻 随着2024年的到来 全球科技业裁员潮似乎仍将持续 今年已有48家科技公司集体裁员 其中包括Google Discord和游戏引擎 Unity 这些裁员不仅对员工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也对整个科技业带来了深远的挑战 对于这些公司而言 如何在裁员潮中找到新的发展方向 恢复成长势头 将是接下来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